近些年,林心如可谓是四面楚歌 此前因和霍建华结婚而被全网黑 如今因周界人物可认澄清,又被网友骂了 林心如没有正面回应这件事,但工作室回应了 在据周界那事后,林心如终于亮相了 9号,林心如谢受老公霍建华,亮相八杀慈善晚会 据男靓女,很多媒体纷纷都正面大赞这对养颜的夫妻 但是,八杀慈善夜结束后,林心如与霍建华这对夫妇又尴尬了 两人在晚会中,各种秀恩爱,但是却在捐赠环节被爆一毛不拔 有网友罢出这次参加慈善晚会的捐赠情况 捐的最大头的还是郭德纲,四个车队280万 加奈亮夫妇,张若云,唐一心是140万 黄晓明夫妇虽然是70万,但现场还捐赠了100万给摸基金会 其他的明星一般都是70万 甚至还有几个未到场的也捐赠的明星 比如王俊凯140万,杨阳那扎70万等等 与其他明星相比,霍建华林心如可谓是被骂惨了 很多网友纷纷吐槽他们去年都没捐赠,蹭红毯 今年又这样,甚至还有的网友说 这慈善晚会就像是随份子,既然来了就应该出点力 看看去年这份名单,也没有霍建华林心如这两个口子 当然做慈善都是自愿的 作为吃瓜群众也不该逼捐 但很想说,林心如这次真的损失了一个好机会 本来因周级的事情形象已经被黑的差不多了 如果能借着这次巴刹晚会 形象相比会好很多 可是呢,更尴尬的是 晚会后,林心如工作室还蹭着慈善晚会的热度 给品牌商打广告